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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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仪式由风向舞蹈团派出舞者担任理生 安乐国小36位学童也一一祭祀礼献上615 为了呈现最完美演出 学生们练习好几个月 就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人 现在都很开心 就是有一种 因为毕竟孔子是一个 从小到大会拜的神明 就是会特别去希望考试都能够顺利 然后所以就觉得能参加到这个传统人 亲自参加到季孔大典 就觉得很高兴 很荣幸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觉得很荣幸可以跟 就是这种古老的活动 参与这种古老的活动非常荣幸 很荣幸 怎么说 就是能一年一次的跳615 这些学生来表演 就是要教这些学生们知识重道 因为孔子是万事师表 耳教无略 所以大家很注重孔子 比如说他们要来考试 不只来拜文章 也要拜孔子 孔子是智慧 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安乐国小群体师生 然后我们从里面挑选了36名 因为是615 所以说我们要36名的一生 然后从6月份开始训练到现在 然后希望能够呈现最好的一个 民俗的文化在里面 然后尊师重道的一个感觉 那这次我们也配合了几个桥段的舞蹈 然后把民俗跟舞蹈能够一起重现 那这群孩子们也在七八月份 都有演出过 有精湛的一些演出的一些经验 现场管理家长 看着孩子参加忌孔仪式相当骄傲 而为了降温 慈云市贴心使用喷雾装置 避免孩子中暑 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表演跟体验 对 然后这样的表演 我们也是很难得会看得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 他要传达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就是说尊师重大 尊师重大 对 一个尊师重大 一个要传统的一个方式来表达 对老师的一个尊重 不只六一五热闹 慈云市特别发放智慧高 希望学生增长智慧 学业顺利 非常感动 刚才在现场 我觉得很感激 我来到基隆 我才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仪式 这么完整的仪式 可以在基隆呈现出来 要谢谢慈云市的功劳 他把传统的文化保留下来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也让我们的这个学生 还有小朋友都可以了解我们孔子的意义 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穿上这个 忌孔的一个服装 非常的新鲜 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慈云市的文化 永远都流传 那我想这边也是我们安乐区在地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 忌孔这个事情 我想基隆市大概真的只有慈云市 特别有在主办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表示肯定 那在今天特别赶配我们慈云市办理的这一场 这么有意义 而且让人家非常感动的一场仪式 每一年我们都会办理 但是在经过疫情之后的办理的情况 会让人更加的一个感动 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师道精神 能够再继续的传递下去 孔子是我们世界上第一位老师自胜先师 来季孔的意义呢 希望孩子们在学业上 以及在传承任何的优良的传统工作上面 都能尽先尽力 今天基隆市政府民政助级教育处 来协同办理这个活动 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慈云市今年恢复季孔大殿 庄严的典礼不仅是两千多年的传承 更是展现对老师的敬意和感谢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